大家好 现在很多花友都是在高楼道下里面养兰花 越高层空气越干燥 那么我们想要在高层养好兰花 我们一定要改善养兰花的一个小环境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两种方法 改善兰花养护的一个环境 第一种就是跟其他植物一起混合着养 因为这些植物会对一个小环境增加湿度 我们经常给它浇水 它就会增加湿度 而且还可以降泥温度 那么第一个小方法就是用这种小托盆 我们在养护兰花的时候 直接把兰花放到小托盆上面 在上面倒上水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兰花的根部长期的保持一个适用的环境 让兰花生长的更加的舒服 这样改变一个小环境之后 兰花就会生长的更加好 不容易出现空气过于干燥 带来的问题 那么也希望这些技巧对大家有一定的作用 我们下期再见